整个社区全部淹在水中 马来西亚冰城从4号下午开始 连续下了十多个小时的豪雨 使得整个冰城有八成地区都淹在水里 更有多个地方发生土崩及树岛意外 5号清晨 雨是战歇 但灾情已经亮成 微省有将近2000人被迫撤离到安置中心 十多个小时的豪雨累积雨量达315毫升 此期志工在周日上午 雨是占歇后也启动关怀行动 有的人准备热食发放给寿在乡亲 有的人则前往学校 协助校方清理大水退去后的淤泥 大海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